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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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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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见过没啊 没见过啊 有点奇怪啊 因为走的都是狙击手的路线 打1k 怎么说呢 步枪手和狙击手的一些点位啊 比如说像我拿狙击反卡中路的 其实是很正常不过的一种操作 对吧 但是我换上步枪之后 我还是会按我狙击手的走位来 就很少有 A客会说哎 我在中路去跟你狙击枪去对枪啊 其实是很吃亏的对吧 那就吃亏吃福啊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就知道这个难度在哪里了啊 然后我们上来的话 最后一回合啊 是二打一的参局 邱鱼呢在这边下了一个小刀包啊 这个沙漠灰的话 小刀包还是比较好用的 推荐大家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最后一个好像是走过来 被邱鱼直接一搏空降带走了 好了那不一句说 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的 谢谢 谢谢平凡送的大炮 谢谢 谢谢